而在美国目前已经有18%的人口完成了两剂疫苗的注射了 全美的复苏氛围似乎也和疫苗施打率成正比 而CDC祭出了新的方箭 只要完全接种了疫苗 那么境内旅游不需要进行筛检也不用再隔离 美国最新公布的就业数据是大幅的优于了预期 上个月多出了超过90万个工作机会 创下了去年8月份以来的新高 就连席登已经一年的百老会也再度亮起了霓虹招牌 而相对只有4%的人口完成两剂注射的欧洲 他们今年复活节的假期 许多的国家都祭出了封城令 教宗方济各主持了孝行的弥撒 他呼吁民众尽快的施打新冠疫苗 纽约百老会知名剧院的霓虹招牌亮起 演员们也再次站上久违的舞台 机关底下观众为了保持社交距离 显得稀稀落落 但总算开始弥漫一点复苏氛围 而就在最新出炉的就业数据得到印证 新增共91万6千个工作机会 不但比前一个月多出将近一倍 还创下去年8月以来新高 服务业随着限制放宽恢复升器 美国制造业也因为新订单涌入 持续扩张 把三月全美工厂活动指数 推升到64.7 创下37年来新高 经济面露出曙光 让市场为之振奋 不过更让美国民众开心的 或许是美国疾病管制制预防中心CDC 祭出的这项新方针 根据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统计 上周六是连续第24天 有超过100万名旅客 通过全美机场安检门 而无论是就业还是旅游 似乎都和疫苗的施打率成正比 目前美国已经有超过1亿人 约30%的人口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 当中18%的人则已经完成两剂注射 但打过疫苗 等于拿到重获自由的门票吗 美国办公首席医疗顾问佛希认为绝对是 但CDC也提醒 还没完成两剂施打的人 应该避免不必要的旅行 特别是在过去一周 全美单日新增确诊 再增加到一天6万6千例 同时间密西根州还爆发 第一起巴西变种病毒的案例 而各地疫情不寻常的是 以年轻人占多数 包括密西根州 纽泽西州和纽约州 并列美国新冠感染率最高的州份 肯萨斯州 加州和阿肯瑟州 则是目前全美感染率最低 教宗主持复活节彌萨 受到疫情影响 仅200人左右参加 各国领袖不断宣导施打疫苗 包括WTO也警告 疫苗进展缓慢将带来风险 以正在对抗第三波疫情的欧洲来说 目前只有10%的欧洲人 接种至少一剂疫苗 两剂都打完的则只有4% 确诊力居高不下的法国 趁着复活节长假 加速施打疫苗 全国目前为止 共施打1200万剂 当中的100万剂 都集中在过去三天注射 试图尽快从第三度封城中解套 特别是法国当局 在把今年经济成长预估 从6%下修到5% 我们试图尽快从2021到9% 观光也大受冲击 往年这时总是涌入大批观光客的海滩 今年行同空城 何时才能恢复以往荣景 疫苗或许人事现阶段缓解疫情的关键